嗨 大家好 我是达辰子 现在我还是在埃及的亚利山大 原本今天是想去移民局 去问一下我的签证延期 今天可不可以办 结果我在床上睡觉 一觉起来都已经三点钟了 我上网一查 他们移民局关门时间是两点钟 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两点 那就是说我今天办不了了 那今天我就得在亚利山大 再多停留一天 现在我看一下 已经快四点钟了 这个时候有点尴尬 我一会儿准备去他们的 标志性建筑旁贝柱那里去看一下 那明天呢我就去移民局 然后再去一下七大奇迹 因为昨天我去了以后 也是因为太晚了嘛 所以没有进去 明天争取进去再看一下 再去移民局逛一逛 那亚利山大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 那现在我在一家 埃及的本地餐馆里面 在路边随便找的一家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吃啥的 随便点了一份 好像是羊肉还是牛肉 埃及这边的食物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吃啊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是先上的是个碟子 沙拉 沙拉 这个是那个萝卜吧 腌萝卜 然后这个是酱 埃及吃饭的标配 这是一瓶冰水 但这个也不是免费的 基本上都是做个十爱磅 人民币四块钱吧 还有一盘这个磨 这个磨啊 我一般是四块下来 然后再把它翻出来 翻出来以后 你可以夹一点这个蔬菜 夹一点沙拉 然后最后嘛 再狠狠地站这么 哎呀失败了 再狠狠地站一下这么调料 然后开枕 嗯还可以 这个饼是软的 软的好吃一点 硬的不好吃 它这个酱也还不错 这是个什么酱啊 确实不错 拿这个菜就上来了 真正的主菜 哇 非常好 漂亮 他还跟我说非常好 王婆卖瓜 都要吃那只夸一下 这里面是埃及的 这个黄色的米饭 那配上一些这个肉 那这个肉是牛肉还是羊肉 我也不知道啊 那这份的价格是140i磅 这和人民币应该是60块钱左右 不但60块钱 这些沙拉暂时不知道 还要不要钱 尝一下吧 这个看着还是挺好看的 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尝过这个饭 它这个饭还在冒着热气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炒的啊 试一下 我还是没吃出来 它是怎么做的 但还挺香的 这个饭 而且里面还放了花生 还有葡萄干 葡萄干花生 这家米饭 神奇的搭配 味道还真不错 尝一下这个肉吧 不知道是啥肉 不错啊 不错啊 葡萄干旧饭 我还是第一次吃 神奇的味道 它这份分量太大了 像我这个远近闻名的干饭 玩我都没干完 还是呢这么多饭 可乐也没喝 这个饭打包带走 晚上拿味物热热就可以吃了 不要浪费粮食 饭呢我让它去打包去了 这个是结账单 一共153i几磅 大概就是60几块钱 还算便宜吧 饭吃完了 账单一共是153 我给了它200块 然后呢 它竟然找了我 47块 我为什么要说 尽然啊 因为它竟然没有抹铃 也没有收我的小费啊 服务费啊 什么的 就这么一无一时的 把钱找给我了 还是挺难得的 下面我就要去亚历山大 这个城市的象征 叫做庞贝石柱 我看了一下地图 离我现在的位置 大概有3公里 这个距离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的 我准备就这么慢慢的走过去 顺便看一下埃及这边 这边是个东风啊 一览东风 海外在给我打招呼 埃及人就是热情的人是蛮多的 但是热情的人当中夹着了太多的骗子了 哇 这里一辆吉利啊 然后刚刚说到 我准备慢慢的走过去嘛 一边看一下埃及的街道啊 看一下他们的商铺啊 了解一下埃及的这个街上是什么样子的嘛 到了那边以后 那个地方依然是已经关闭了 所以我可能还是进不去去看一下 在那边转一圈以后再打车回来吧 在埃及打车也是特别的坑 出自车司机都是在给你乱还价的 这里面的坑实在是太多了 光我知道的就有好多种 比如说你上车之前给他说好了是100 下车的时候他就要送你200 为什么呢 他说这100是一个人的价格 如果你有两个人那就是200 好 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 就是你跟他说了fifteen 就是15 然后最后呢 他说他送你50 因为fifteen跟fifteen 在英语里面的发音很像嘛 你如果说的不清楚的话 那他就会来载你 那第三种 你跟他谈好的价格 比如说是100 100磅 因为埃及这边的货币是用埃及棒的嘛 下车的时候他会给你要100英镑 那英镑跟埃及棒之间差了就好几十倍了 那还有的就是比如说 就这么几公里的路 如果埃及人的话就是10i棒 但是他要送你50i棒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情况 但出自车嘛 其实全世界的出自车 他们的客人的情况都蛮多的 埃及是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到埃及以后 但凡是能走路的我都走路 但凡是能打Uber的就打Uber 跟他们打交道实在是太难了 全是套路 真的是阿拉伯人全是套路 埃及人全是套路 在我的身后又是一辆奇瑞的瑞虎 老坎的瑞虎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庞培柱 但是没想到他是被围墙围起来的 现在关门了以后啥也看不见 我还想着他虽然关门了 但是我还可以来大概看一看 没想到他的围墙这么高 那这个就废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庞培柱 长这个样子的一根柱柱 那这根红色花干岩的柱子 就是建于罗马时期的 现在倒塌了只剩下这么一根柱子了 今天也看不了了 哎呀这个早起还是比较好啊 像这里早点起来 他们这两个小朋友在这里 围着我转了半天 估计是想跟我搭讪 也不太好意思 那我现在就准备搞一个像这样的小黄包车 我就先回到酒店那边去了 我怕一会说不清楚 所以我在酒店附近找了一个广场 这里有个雕像 他们应该知道 然后我再拿了十二磅出来 再给他们说十二磅去不去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他现在就来了一个车 我问他这里去不去 这个人说可以坐大巴过去 然后他跟我说只要两块钱 我都有点麻烦 我还不太敢相信 因为我一共准备了十二磅 因为我一共准备了十二磅 谢谢 谢谢 我还以为他是让我坐他的车呢 其实也不是 他让我往前面走 然后前面有minibus minibus收费是两块钱 哎呀 我哪里小的在哪里坐 哈喽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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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去坐他们小巴士 我哪里小的哪个坐 要去试一下喽 他给我说两磅 我觉得我两磅拿了下来才有鬼了 那个小的黄泊车 估计是因为那边可能比较市中心 所以他们不敢去 我是这么拆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什么小巴了 应该 这个我哪个小的坐哪个 我这边全是 你看这个 这一排全是 我应该怎么做呦 我哪个小的呦 一脸懵逼一脸懵逼 这个咋做呀 我哪个这边问一下他们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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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说是两磅就可以去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先上去试一下喽 现在我就上来了 哇这里面好几 他这辆车坐了大概有 一二三 这还有十几个人 这么一辆车 摇摇晃晃的一个小便包 挺有意思的 这是我第一次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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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